继小动物之后 黄美花这回说为什么会停电呢 又是什么原因 难道又是小松鼠惹的祸吗 来 我们就来看看的事 这一回黄美花的确你看被逼急了 大家堵住她的路 她想跑 也跑不掉 记者 记者 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要先进去开会了 已经超过时间了 反而总而言之 反而她就穿过了媒体群 硬是还是挤进去先了 那当然大家就在看 这个台湾怎么会这么的惨烈 三不五十 停电 跳电 到底怎么回事 搞到大家不是说不缺电吗 这真的不缺吗 那这一回他们有他们的解释 这个王经济部长王美花就说 其实缆线很长 设备很多 加上今天早上雷雨交加 所以呢 这次不是小松鼠 是气候问题 导致机组故障 那她同时说呢 415当天被转容量的 的确只剩下3.2% 她证实了 她承认了 但她说没有听说 限电分区停电 北台湾显限电也跟缺电 没有关系 确实 这回又是什么热火 是地震所造成的故障事故 总而言之这回是天灾就对了 一下子呢 说是天气 好 雷雨一下说是地震 导致呢 相关的一些设备啊 好 震坏了 哎 大家来评评理 你觉得部长这样的说法 你能接受吗 如果你能接受刷加一 如果你不能接受刷紧一 等等 秀秀来看看 我们就来看看网友大家留言 怎么看 来 在PTT网友炸锅了 锅子都要掀翻了 有人说塔绿班不是说地震 有绿电撑着吗 撑在哪里呢 还有网友说 再说啥 说什么 听不着啦 所以设备就应该就被损坏吗 坏料料吗 另外也有网友说 笑死了啦 花莲地震 结果宫电正常耶 到底谁在扯谎 好 我们就来看看的是 其实桃园三天五次大停电 最近桃园的朋友们 我知道很多 我们中天铁粉都住在桃园 辛苦了 这个呢 当然立委张其凯 也有咨询 王美花 张其凯就说 五万零钱 你能不能够保证不再停电 能还是不能 好 结果呢 我们的部长说 我们没有办法 这个回复也真的是有够心酸的 无论如何 现在大家也发现 总统蔡英文的脸书被出征了 这位即将毕业的蔡英文 总统即将卸任蔡英文 在卸任前 真的是脸书很难看 网友骂翻了 民众骂翻了 说又要涨电价 还要涨了电价 还要停电 这么贵 还要停 什么政府啊 好 一位网友说 为什么不缺电的台湾 不是说不缺电吗 是用爱发电吗 怎么天天跳电跳电 又跳电呢 是有小松鼠这么多知识吗 好 我们就来看看的是 现在来看到的是 立委张家俊也说 经济部跟台电的说法 其实是完全刀不拢 瞧不起来的哦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经济部不是坚持 要涨电费吗 要变贵吗 结果呢 糗了 电费是变贵了 电费是涨了 没错 但是呢 变贵的电还要跟你限电 拿钱还限电 这啥 根本是政治诈气 再说谎 来看的是 这回不止停电跳电 停电缺水 经济部长是不是会忙翻呢 这个准经济部长 郭志辉 即将来接任的 他说 他已经拜访各个产业了 尤其是对外 水电比较急迫的行业 希望上任之后 可以提出完整的一个报告 至于核电的问题 还需要取得全民的认同 应该是可以循序渐进 但无论如何 他还没上任嘛 现在呢 此时此刻 经济部长王美花 最后毕业前 还是得面对 民众大家名义的质询 立委张旗凯 跟他的火爆工坊 先带您来致集 电的部分 因为地震 所以地震当天就机组故障 那事后 这几天呢 因为地震造成的相关的管线 破管等等 陆续出现 那确实 这个是事后 才发生的这个事件 差不多 那一天就出现 北台湾可能会大限电 对不对 然后16号 桃园地区有近万户大停电 我跟你说 你知道可以了 桃园是只有10万户的大停电 你知道可以了 桃园又有三个地方停电了吗 我先跟你说一下 桃园的桃英路 今天早上7点14分 17户停电 另外在龙潭中正路跟中兴路一带 今天早上7点57分 溃线跳脱造成 5332户停电 抢修完以后 现在还有678户停电 另外桃园区的山林里 大平里民有路 7点56分 4605户停电 加到这样 还要近一万户了 怎么会这么严重 桃园 不只是16号已经停电一次了 大停电一次了 今天早上7点多 又来加起来 也超过一万户 相关的配电系统 那因为缆线很长 然后设备非常多 那今天早上确实也有相关的雷雨 那这个相关的气候 也确实会让这样的一个机组的故障 那这个故障 有一些其实台电很快 就可以把它修复 那有一些如果要更换 会花多一点点时间来修复 那台电其实都用最快的时间 来做这个维修的动作 我今天知道台湾很辛苦 也不将心比心 你哪是停电的家庭 你会怎么想这个事情 所以台电都用最有效率 一般的这个家庭 而且是太密集了 而且现在我们要的不是解释问题的内阁 我们现在是要解释 解释是要解决嘛 但是你要知道问题是什么问题 停电这个频率看起来是在增加当中 而且看起来是有危机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有危机 天气越来越热 用电的这个兼通期 马上就要到了 夏天马上就要到了 第二个 河山厂一号机 七月就要注意了 河山厂的一号机 百分之3.5%的这个用电量 告知人就变少了 对不对 第三个就是刚才说的 你现在还内伤 现在余震跟地震还是平传 所以这个都是现在很严重的这个危机 所以拜托一下 最终的 我认为你落台进城 不要再出现像今天早上这样跳好不好 或者这样停电 可不可以 尽量不要再大停电了 那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这个设备故障 我们一定要来把它做到好 但是要保证设备都不会故障 这个我们有办法做这样 不过不能太平凡 好不好 这个我们一定会来 不能太平凡 不要让一般的民生受到影响 不要让企业发展受到影响 好 同步又来关心的是 立法院司法院法制委员会 今天初选民党立院党团 拟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而今天换民进党党籍的 招伟中嘉宾也安排选查 不过像国民党要提散会动议 但招伟中嘉宾喊完休息 然后咧 人不见淡了 神隐了 立委罗志强脸书po文 协讯 这个大家帮帮忙 这个人咧 人咧 协讯 主席落跑咯 快被笑死 协讯司法法制委员会 招伟中嘉宾 人在哪里 你快点回来开会啊 周一审查 共党民众党国会改革法案 民进党提了40次散会动议 结果全部被他们挡下来 好了 这回今天 换审查民进党团的国会改革法案 领绿营党团的哦 结果呢 我们只提了一次散会动议 结果 哦 落跑不见淡了 人均蒸发 中嘉宾狼 好 中嘉宾委员不敢面对 不敢表决 急忙喊休息 然后溜走了 溜职大吉 毫无阴性 作为立法院同事 他很担忧 中委员的人身安全 哦 所以因此马上赶快请办公室 制作 先寻 中嘉宾手版 哦 任何人如果 哎 你有看到 在立法院角落 找到人了 厕所 看到了中委员 赶快打专线 哦 尽早 让中委员返回委员会 履行议事的责任 但是没有想到 这罗志强制作的手版呢 还有意外的插曲 最新画面 我们带你来看看哦 你看画面上 你可以看到哦 罗志强把这个 行循中嘉宾手版 不是就 嗯 放在了主席台上吗 结果立委 吴思瑶 上前 劝说几句之后 就把板子 哦 拿走了 拿回他的座位耶 下一秒更扯 有没有看到 一个台爪 咔嚓 把板子给折坏了 直接对折坏了料料 让罗志强傻他眼 大呼 你直接把神盾局长 腰折 这样不好吧 太糟糕了 中委员 快来哦 快回来哦 没办法开会了啦 吴委员 趁一道当中 都把你给腰折了 还有这一招 直接把这个牌子 就给他折坏折掉了 看起来 罗志强可能要再做一张了 好 另外我们同步来关心 行政院主机长朱泽民传出马上 520要即将谢宴 不过他其实已经做八年 可能因此心情还蛮轻松的 这一回上午跟立法委员呢 这个立委 赖世宝在财政委员会上头 两个人 质询 很幽默哦 笑翻 全场 像是赖世宝问说 你要走了 对不对 朱泽民妙回 我人还在哦 只是不在这里而已 没有什么要走哦 至于些人会要走去哪儿 朱泽民又妙回 我都这个年纪了 还会走路 就不错了 喂呢 主机长 因为你确定要走人嘛 对不对 没有我还在啦 只是不在这里而已啦 我还在啦 我说你确定离开主机长的位置啊 我是要希望这样的做 可是目前 那个相关的 接派的人都来了啊 都已经 没有啊 都没有发布来 那不错下来 害得我 不错下来 不错了一下 害得我的每一个人都问我 是不是要滚了 对不对 对 以后就很怀念朱泽民在的日子啊 对 我也很怀念立委 对对 我还没有让你走啊 对 时间没到你不要急啊 你不要急啊 这个主席 感谢主席让我多讲几十秒啊 这个 好 不知道怎么问啊 好啦 这个就是 所以你 推下来准备去哪里 我 我这种年纪 能够会走路就不错啦 要去哪里 对 好啦今天今天 好 好 这个这个 谢谢你的配合啦 这个 对对 反正这个 祝福啦 谢谢 祝福你这个 谢谢啦 推下来 身体做得棒棒的 然后呢 有你的四月第二春 祝福你啊 不不不不 我不要第二春了 我已经 已经有一春就不要二春了 对对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